大家好,我是詹姆士 如果你的瓦斯爐沒辦法點火的話 那有可能是第一個沒有瓦斯 那如果你確認你有瓦斯的話,還是沒辦法點 那可能就是它的下面那個電池要更換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更換它的電池吧 好,首先在瓦斯爐的下面,我們下去看一下 好,這台是林內的瓦斯爐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電池是裝在下面 我們就把它給直接打起來就可以了 往後按,這樣就可以打起來 因為後面是負極,沒有彈簧 所以正極的地方 的邊緣,然後往後壓就可以拿起來了 它這個是1號的電池 好,那我們是覺得呢 家裡可以買一個這種的 是1號的電池筒 但是裡面可以裝3號電池 因為你家裡不一定都會準備這種1號大顆的電池 那臨時沒有的話可能就有麻煩 所以這模式會準備這種電池筒 這是1號的,因為有3號轉2號或是3號轉1號 就是3號的 3號的電池轉成1號的電池 好 那就是直接 打開 然後3號電池 裝下去 正極朝上 好 現在就跟1號電池一樣了 OK 好,幫它安裝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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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裝進去之後 來點火看看 好 所以3號電池就可以暫時來頂著用 那之後可以出去再 買這種 1號大顆的電池回來換 OK 所以如果你的瓦斯爐不能點燃的話 那可以先試著自己故障排除 所以我不用請師徒來看 好,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下次見 掰掰 來不及待 1號大閲 1號搞 3號 1號 2號 1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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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號 1衛 1號 感谢观看